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啦 顺利开局 没有毛病啊 这一波想开局确是难 撕钉耙后续保护相当到位 中路的伤害也是非常可观 为了防止蓝演员还是得套路套路的 这是实话 可以的 有点刺激了啊 第四路的哪个什么呢 我现在就需要一点 可以的 这波第五路连吃带拿的还非常不错 中路来个巨人估计顶不住啊 投手俱乐部都是三乘以三的 这也非常的可怕 这个输出肯定是有的 我给五王直接白给 没关系啊 这一波在获取阳光和攻打中路之间 我需要做出一定的抉择 不过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到羡慕前为止 我的阳光全部都是顺利获取的 这还是可以的 而且加上现在上路打掉 以及下路打掉的话 大蒜也就站上个两路了 非常不错 可以 第四路套路掉面前的钉耙 那现在就需要稳一稳的 说句实话需要稳一稳 哎呦 这一个都不来嘛 不来我就吃咯 哎呦 嘿嘿 OK 往中路走完美的 匡公 最难的这个玉米给干掉 后面的西瓜还能给炫掉 那现在中路的战斗力 依然是不高了 但是阳光呢也不多了 可以 还是尝试一下打一下其他路 在确定不来演员的情况下 看我这个矿工往上路再走一手 可以的 上路这个针哥应该可以紧别掉 完美 这太完美了 OK了 第四路还是不来演员 只剩下两路了 对面怎么玩 虽然说后面这个脑子一路都没有获取 但是呢通过这个大三位移 是没有一点毛病的 这第四路的话来了一个扶梯 有点小糟糕 不过没关系 还是先打好吧 一路脑子就为掉一路OK 二路来了一个巨人 非常的舒适 这个第四路呢 好想抱住你 听你的声音 心跳不停加速我 冰住呼吸 流明的玻璃 天空下起雨 冷冷的空气让我抱住你 越来越急 让我陪着你 偏偏走下去 感觉月亮和太阳轮流升起 我带着我的日记 你带着卡片机 可惜不是你 陪我走下去 就这样我们的故事 每当友好结局 太阳没升起 回来 回来